上一集我們遊走檳城的私房景點 食盡隱世美食 今集我們南下向梁浸浸的金馬倫高原出發 享受大自然景色 這段車程比較長 約3小時41分鐘 而且路面比較窄和多彎 大家要注意車速和打醒精神駕駛 來今馬倫玩有三個提示給大家 第一千萬不要選假日 因為今馬倫也是馬來西亞本地人的度假勝地 所以會很失車 第二就是這裡的天氣比較涼 好像香港的冬天十多度 下午比較熱 最好穿多一件長袖衣服 第三點就是不要即日來回 因為很多景點是大馬獨有的 說到獨有景點 今次要大家走入原始森林找一朵稀世奇花 就是有大馬國寶之稱的大王花 一早來到集合點 等待原住民帶我們入山 我們坐上四居斜出發 山路好機區 現在我們一路就上山 上到一開始那段路 然後就要走去尋找大王花 聽說今天不用走到太入都會見到 因為花比較開得前的位置 這個森林是位於彭坑州和吉蘭丹州兩州的交界 這裡是大王花生長地 九成九機會會見到 數量亦多亦夠集中 提提大家不要獨自入森林 一定要有當地的原住民帶路 因為大王花不會生長在固定的位置是很難發現 山路雖然不是太難走 但都需要一定的體力 而且地面相當濕滑 要小心翼翼地走 要看國寶當然不會隨隨便便 要經過瀑布 還要跨過三條河流 隨鞋攝水 我們來到金馬倫的主角就是他 大王花 原住民說大概大70cm 已經算大的這個品種 而牛丸開了兩天 沒有什麼味道 這朵花很鮮艷 而且這個環境很潮濕 所以整身汗 很漂亮 辛苦一點也要值得來看 大家千萬不要手多多 摸它 摸它就會很快地凋謝 大王花之所以珍貴 因為是世上最大的花 到目前為止是不可以人工繁殖 科學家也不知它怎樣成長 沒有勁又沒有根 又不需要光合作用 由種子開花需要九個月時間 花期最長只有一星期 很多人以為這種花一定有惡臭 其實不一定 好像這個品種是沒有味道 只要細心留意附近一大地下 就會發現一個個黑色球體就是種子 部分的種子會依附著在藤蠻上面 這個大王花的種子是不是不同了 特別橙色一點 其實這個就準備一星期後就會開的了 我們多走半個小時 終於找到第二朵大王花了 這朵比剛才那朵小朵 但是幸運之處就是今天剛剛開的 明天就會完全打開了 如果你問我金馬輪最美的景點是哪個 我就推介這個FORWARD PARK 一進去就被一片紫色花海震撼 穿過紫色花海 還以為自己去了法國的普羅旺斯 然後我們走出室外的步伐 這邊是依山而見 山上每一個角落都種滿好美的植物 這條天梯是公園的地標之一 之後我們走出室外的步伐 到了山頂有一個多肉走廊 買大過鮮人獎 多肉植物 旁邊是很優雅的cafe 說開吃 這裏的士多啤梨甜品很出名 我就叫了士多啤梨雪糕 打卡 先看看 肥羊肥羊又是肥羊 全部都是肥羊 好可愛 這個綿羊樂園 裏面的綿羊都很大很肥 這裏的綿羊為何這麼乖 懂得跟著 還站定定 原來入場前又派資料給大家 有得吃就跟著你 馬來西亞其他地方種不到薰衣草 金馬倫就不同了 這裏有一個很大型的薰衣草園 堪稱大馬版的富良野 這裏有不少打卡位 例如這座的紫色城堡 除了薰衣草 還有一個士多啤梨園 大家摘了多少買多少 是一個不錯的親子活動 臨走前 記得買杯薰衣草雪糕食 味道不錯 重點打卡 花海大家見得多了 仙人蔣海相信很多人都未必見過 不要以為 沙漠知識而仙人蔣生長 其實金馬倫天氣就最宜多肉植物生長 第一次見到數量這麼龐大 不同類型的仙人蔣 有沒有發覺這條片都不停提著士多啤梨 沒錯 金馬倫是大馬生產士多啤梨最多的地方 由剛剛先人蔣員走過旁邊 就是這個士多啤梨園 高海拔的金馬倫 也是大馬重要的茶葉產地 所以這裏有不少茶園 不過這個牌子 說許你已經聽過了 是由一位英國人 於1930年創辦 一直是金馬倫中茶 限完茶可以參觀一下這裏的博物館 看看茶園歷史 又或者一套購物中心買手送回香港給朋友 不少香港朋友都喜歡逛夜市 我也覺得是最貼地感受當地生活情況 這個夜市分開乾濕貨區 一邊是買衣服 一邊就是農產品和小食 本地金馬倫人都會來這裏買菜 黃色粟米就見得多了 黑色粟米、白色粟米 你又見過沒有? 這裏買的粟米原來可以試吃 剛才買 馬來西亞曾經受過英國的殖民統治 當時英國人很喜歡在金馬倫生活 當年建築的cortage 遺留到今日 很多都改建為酒店 這間smoke house 在金馬倫相當高知名度 出名吃下午茶 今集自隔油小貼士說說入油 這裏入油真是便宜到笑 馬來西亞的油價 誇張點說便宜過飲水 這麼便宜的油價自隔油真是很划算 這裏的油站一般都是自助式 部份有員工幫你入油 外國的遊客可以用信用卡付錢入油 通常選用黃色這種95號油 這裏的大型油站好像超市一樣 什麼都可以賣 連新鮮熱辣的冬甩都有